今天要抽卷 我一只抽眼本 千萬不要再次挑個Ending啊 Hello 各位觀眾老人們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新UP主車車 那上個星期呢 因為出彩的緣故 割了一期 到手的小破綻 10周年聯名騙琴手 竟然被肥仔偷偷拼了 那你 我的獨角獸怎麼回事 而且這個傢伙在拼的時候 還把肩膀的精神骨架 掰斷啦 Tick Show 那說實在的 其實呢 我對騙錢獸 也不是說有那麼那麼那麼喜歡 但畢竟 算是財團B 清訂的最強機體之一嘛 當然啦 理論上在遊戲紀元裡面 越靠後的機體 應該是越強的 看看 人家涵蓋了 遊戲黑歷史的Tomb 8 不過呢 基於獨角獸之後 萬物皆可爆甲的設定 說明了這種結構 以及機體的設計 在當時來看 還是相當超前的 即使放在10年之後的今天來看 審美依然不會落後哦 加上萬代的大力推廣 儘管被多次實錘是為了圈錢 才把片錢獸往天上吹 但B色難看的吃相 還是讓廣大玩家不得不感嘆一句真相 那今天呢 我要給大家分享的就是這一款 由兩個B聯名出品的獨角獸 盒子方面延續的是RG系列的設計風格 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左上角多出了B站的LOGO 和乾杯十週年的字樣 紀念意義十足哦 那左邊大大的穿口名人老師的印刷簽名 多多少少迷補了抽不中實體簽名的遺憾 側面沒有了細節展示 許而代之的是一堆文字說明 萬代是真的抠 印刷錢都省了 這麼特別的限定 應該拿去圈一波11區人民的錢啊 看到說明書我佛了 就是一本普通RG騙錢獸的說明 外加B站交貼的示意圖一張 呵呵 那說句大實話 其實就是賣盒子和限定交貼的 聯名嘛 可以理解的 哦 對了 有同學發在內信息問我 駕駛員是不是2233娘 開玩笑咯 你以為B社做慈善的了 你有見過哪個聯名款 能多出獨佔的板件的了 還能專門重新給你開模的了 那說完盒子 本體方面除了顏色以外 和普通的RG騙錢獸相比 就沒有任何的區別了 畢竟後者作為BD銅滾出售的稀優品 價格已經遠拋其他RG小老弟了 所以昨年 我倆的Unicorn Gundam Diala Grade的提供 稍微高了 所以 很高的 要不來個聯名款吧 我覺得 藍色還挺不錯的 素晴的 idea よし 輕褲唇陰謀實錘 那頭部的緊實度一般 不過考慮到獨角獸的形態可以切換 所以稍微鬆一點方便拆卸調整臉型 還算可以接受的 左右旋轉低頭毫無壓力 抬頭後仰毫無希望 肩甲的成型骨架是比較脆弱的 在組裝之前最好先將成型骨架完全活動開 讓關節部分稍微鬆弛一些 以免在把玩或者爆甲的時候用力過頭 不小心掰斷 因為肩甲是卡扣式固定 所以先將手部拗完造型之後再插入 掰起來會更方便一些哦 整個手部的可動範圍中規中矩 沒有過多的亮點 腰部和胸部將背後的卡扣解除之後向上提拉 然後再來個酷胸運動之後 就可以進入爆甲狀態啦 那因為這個結構的原因 可動是相當的絕望 前後仰幅度幾乎為0了 裙甲四周都可以通過簡單的推拉 或者掀開來展開裝甲 大腿外甲翻開之後 向下輕輕一轉 就可以露出裡面的一抹藍色了 西甲的變形稍微複雜一些 松明書描述的也不夠直觀 簡單來說就是先將西甲展開 然後大力按下噴氣口上方 讓西甲的精神骨架突出之後 再把外甲合攏 這裡如果說在組裝之前 不先將骨架調整到最大限位來放鬆的話 有可能會因為過緊導致無法變形 小腿分別展開兩側的限位裝置 就可以通過提拉露出裡面的精神骨架了 背包可以打開兩側的噴氣口 劍柄也可以通過旋轉和外翻 在獨角獸和毀滅形態兩者之中切換哦 盾牌的變形沒有聯動設計 需要手動撥開兩片透明件 再把上下兩大塊分開來完成變形 武器方面 光束軍刀呢我就不說了 光束麥靈和高能火箭炮兩者的彈匣 都是可以拆卸的 有一定的把玩度 那基本上這一台鋼普拉 算是犧牲了大部分的可動 妥協之後換來的就是 爆甲展開的可玩性 分色方面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哈 肉眼看總感覺外甲白色有些許差異 不知道視頻看不看得出來 但比起MG樹隆的純白 確實又沒有那麼單調 那最後就是本次聯名的重點 B站交貼啦 從盾牌到肩甲還有裙甲和小腿噴氣口 都是Bilibili的標誌 在可以爆甲的地方還有紫色的條紋 展開之後搭配藍色的骨架 看起來還算和諧 說真的我對無處不在的B站標誌其實還 挺喜歡的 那句話怎麼說來的 B站牛B 不過萬代這一次給出的竟然是交貼 這就很不厚道了 之前就有番茄彈獸的交貼被慘噴為全 好吧 畢竟那是個PG 給個交貼確實是過分了一點 但這一次的B站聯名是單獨出的貼紙啊 200多塊300個大洋的限定款給個水貼 不過分吧 那麼一大塊交貼放久了起邊 真的很難看的好嗎 總之呢 這個騙錢獸也算是填補了我 獨角獸在1比144這個比例的空白 畢竟這個比例的藍色骨架就剩下PG限定的HGUC了 還是不可以變形的 再加上聯名限定的屬性 我覺得原價或者是300出頭左右入手還是可以的 那節目最後就是抽獎啦 獎品的話就是剛才出現過的台場限定紅色透明獨角獸牛蛋 方法呢 和以前是一樣的 還是掃描屏幕裡面的二維碼就可以報名參加啦 中獎名單將會在下周三公布哦 喜歡我們節目的話記得給我們 點贊 投幣 加收藏 數字三連 我們下一期再見啦 拜拜